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牧师呢 有神给他了一句话 说我们谈你的面呢 是不会短缺的 我们贫你的油是不会缺少的 我相信神会把很多空的位置呢 神会把人再补满给我们 你看我们多么看见神的恩典 我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去了新庄幸福行道会 看了一下整个教会 非常的漂亮 牧师说好像是一个精品店 如果弟兄姊妹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 常常开车经过 或者是去那里看一下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幸福捷运站那里 有一个教会在那里产生 然后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就会在那里发生 就好像在座的你跟我一样 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在这里受洗 我们在这里信耶稣 我们在这里生命被更新 我们的家 我们的个人的生命 再一次被恢复 在这里的故事 也会在新庄幸福行道会 我也看见神会扩张我们 扩张我们 伸长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 今天有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牧师今天在信庄教会 在那里分享 每一次牧师信息当中 像这一次牧师讲 罗马书已经讲了 我觉得好像快一年多了 从第一章 今天一直讲到第十五章 今天的这一段信息 就是罗马书的快要结束了 今天这一篇信息 在下面一篇整个罗马书 十六章就结束了 好奇特的是 很多时候牧师如果讲了信息 最后结束结尾 大部分都是我来讲 我就看到神的话语说 末后的恩典是大国先前的恩典 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 比牧师多一点 所以感谢神 让我今天可以跟弟兄姊妹 一起分享 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一节 这里面讲的是 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 他写给他们 告诉他们非常多神的真理 特别在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讲到信心的重要 我们是因信称义 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拣选 然后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生命中 许多的问题 还有我们怎么样站立在神的面前 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因信称义的真理 太重要了 后面有讲到好多生活 特别上个礼拜 牧师有讲到 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起 我们怎么样彼此的相顾 怎么样彼此的接纳 保罗写了好多罗马书信里面 教导的 关于神 关于自己 关于跟弟兄姊妹 跟旁边的人的 一些生命的一些教导 那最后呢 保罗从十五章 十四节开始 他就要告诉他们说 他为什么要写这一罗马书 所以保罗 把写这封信的原因 再次告诉罗马的教会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十五章十四节 一直读到十五节好吗 我鼓励弟兄姊妹 要带圣经来 或者是我知道很多人 现在有 在手机上面的 对不对 或iPad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十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 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眷戒 但我稍微放胆 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寄信 特因神给我的恩惠 你解释我 为外邦人 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福音的祭司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 我主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言语行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释怀他们的顺服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 直转到以利利古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好 保罗在这边讲到说 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他讲到他的目的 他讲到他的动机 他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他要告诉罗马的弟兄姊妹 他们要写这封信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人做事情的目的跟动机 是非常重要 可能同样的做一件事情 但是目的不同跟动机不同 带出来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 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使徒 就新约里面27卷书 有一半大部分是保罗写的 他写了13卷书 他是外邦的使徒 我们现在所听见的 好多的真理的教导 都是从保罗来的 那保罗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 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使徒 为什么新约一半的书信 是来自于他呢 我觉得在他的身上 有三个领袖的特质 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分享的 我们从保罗的动机 跟保罗的写这封信的目的 而且从他的书信中 我们来看见 保罗为什么能够有影响力呢 在于他有三方面他领袖的特质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 保罗在这封信里面 让我们看见他的谦卑 17节 他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你看保罗这句话 他写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我有几句话 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劝告 也一起分享 所以他说我放胆地写信给你们 而且他这边说 特因神给我的恩典 他是一个高举神恩典的人 他知道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自以为自己很能够说什么 做什么的人 保罗他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典 使我能够成为外邦人 做耶稣基督的仆役 除了神借我所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保罗说如果不是神借着我 我不敢提那些字 而且只提 他借着我的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 他是用知识来让别人认识他 或者是跨越他的知识 或者是跨越他的能力 他所写的这封信 他说他相信 他甚至跟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我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的 而且你们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够彼此的劝戒 所以保罗他心里面非常的谦卑 他知道其实不是他自己能做什么 保罗的谦卑在哪三方面能够表现出来呢 第一个就是在他的知识上面的谦卑 他刚刚我说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他写给罗马教会 他说我觉得你们的知识 是非常的充足 我不是用知识来告诉你们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谦卑呢 我常在想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谦卑呢 谦卑跟自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自卑的人也是一个骄傲的人 骄傲的人也是一个自卑的人 他因为自卑所以他又要骄傲 他因为骄傲所以他就会自卑 所以这方面是两个不同的 你知道自卑跟骄傲是一起的 当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就很骄傲 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就很自卑 但是这是一个两面 但是保罗不一样 保罗他说他不是高人一等的 他是分享恩典的 他刚才所说的这一切 他说那都是我的恩典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越认识神的恩典 他就越学会谦卑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这一切 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 如果我们更明白恩典 我们就更明白怎么是谦卑 保罗很喜欢讲恩典的人 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了神的恩财成的 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当中都是靠着恩典 所以保罗他非常的清楚 他不是用知识来让人明白真理 他也不是用知识来教导别人的 他知道他是靠着神的恩典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保罗在哪方面他学习谦卑呢 第二个就是在能力上面 是因为保罗说我所有的神迹奇事 都不是我做的 是神借着我给我恩典 让我可以看见有好多的神迹奇事 而且他说那些全部都是圣灵的能力 他说这一切都是圣灵的能力 都不是他的 另外一个保罗又说到 他请求那一些罗马的教会为他祷告 所以保罗在什么世上显得谦卑呢 是他在祷告的事情上显得谦卑 他想要别人为他祷告 我自己我们教会有代祷的侍奉 一个礼拜当中呢 我自己有选择一个小时 我进入我们的代祷寺 我们有很多的代祷的事工 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奉献箱上面 有两个代祷箱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写上去 然后丢进这个奉献箱 丢进这个代祷箱 我们就有好多的人 每一天 不同的时段 我们就会在那里 有一些人 会有一个小时 为你在那里警醒的 为你的事工来祷告 我每次进去代祷的 代祷室代祷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代祷事项 我非常的感动 好多的弟兄姊妹 她的祷告 蒙神应允了 然后她会写上一个感恩的事项 我看到有一个姐妹非常棒 她写她感恩的事项 她写她几月几号 她写上她要为什么事情带导 然后几月几号 神垂听了她的祷告 她献上感恩 你看一个请求别人 为我们祷告 也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 也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你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啊 他就说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祷告 那个别人比较可怜 你为他祷告好了 我都很好 我都很好 你知道那个时候 是我们里面有一种骄傲 我们觉得 我的事情 我自己来做就好了 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但是你知道带导啊 带导是一个彼此的扶持 带导也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我们教会 我们因为我们有带导的事工 所以我们有一个line 是带导的事工的一个通讯 我常常在上面看到 有很多的人说 我要去传福音 或者是我要到医院去看谁 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好渴望能够传福音给他 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看见好多的人 因为在这样子的带导 好多美妙的事情 好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听说昨天 子彦小组有一个姐妹 她是礼拜五第一次来参加小组 然后她很奇妙的 崔石子去参加那个聚会 然后在一个很 很圣灵的工作当中 很奇妙的 那个崔石子就有感动 就问她要不要信耶稣 她说要信耶稣 崔石子就为她受洗了 然后为她受洗了 这个姐妹心里面说 不行了 我先生没有信 我没有信耶稣 我不知道我回去 我先生会不会 会不会对我有不同的意见 会骂我什么的 他们说没有关系 我们为你祷告 你回去 相信上帝会与你同在 结果她就回去了 她回去跟她先生讲一讲 她先生说 其实信耶稣很好啊 我觉得信耶稣也很好 结果她就打电话 给她的小组长说 我先生说 很好耶 信耶稣很好耶 结果 那个小组长说 真的啊 你先生反应这么好 没关系 我们请崔石子 再跟永健长老 再去看你先生 结果第二天呢 崔石子就跟永健长老 再去看她先生 结果她先生也受洗了 也在那个家里面 就受洗了 你看 有带导 有彼此的扶持 我们看见 好多奇妙的工作就在这里面 上帝告诉我们 真的神的话告诉我们 现在是收割的日子 庄稼已经熟了 弟兄姊妹 带导彼此的祷告 你有什么需要 请弟兄姊妹为你祷告 你看 我很渴望弟兄姊妹 你如果有这一些需要 你可以写上带导信 投入带导箱里面 你是让人看见 让神看见 你心里面的渴望 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说 带导的事工 不是说这件事情 我自己不祷告 请别人为我祷告 不是的 如果这件事情 你很渴望 你也想祷告 你也希望别人 跟你一起祷告 这样子就是一个带导 当你为自己的服事 你为你自己的需要 请别人为你祷告 其实这个是非常美好的 这是一个谦卑的 我求神祝福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神是赐福给谦卑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如果你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神会把更多的祝福给你 我就会问很多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觉得我们的路上 一直碰到红灯呢 好多的事情 一直被拦阻 被拦阻 这里面看见我们 有时候我们的里面不够谦卑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耶稣就是我们谦卑的 美好的榜样 在菲利比书里面 告诉我们 耶稣他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耶稣他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看见 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耶稣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但是他卑微自己 他取了我们人的样式 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 住在我们的当中 我看天离地何等的高啊 天上跟地上是何等的远啊 我第一次这么样的经历到 感觉到耶稣这样谦卑的 来到世界上 是我有一次 我去大陆去培训 你知道吗 那个应该是 应该是二十五年前 我去大陆 我去培训 我去乡下 那时候大陆才刚刚开放 他们的生活 还是很贫穷 很缺乏的时候 我去到乡村的一个地方 一个教会 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做的工作 好像是特工 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做的这种工作 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 去培训的时候 是不可以出来乱走的 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一样 然后我去到那个家 那个乡村 那个乡下的地方 他们的那个院子里面 他们房间里面 应该只有三个房间 整个家里面 只有三个房间 一个房间 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 另外一个房间 就是我 他们另外就有一个睡的地方 是给我跟一个姐妹 我们去那里培训 中间有一个房间 是养马的 马房 所以当我坐在那里 我每次躺在房间 或者是聚会的时候 就会不时地飘来 那个你知道吗 马粪的那个臭味 一直会飘过来 当那天下午 我们又聚会了 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坐在那里 那个你知道 那个马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脏 而且是非常臭的 当我坐在那里 想的时候 我就想 耶稣出生的地方 他没有住的地方 他就是 他就是在马房里 而且他所睡的地方 是一个马草 我去培训的时候 我觉得 我去到那里 我要舍掉舍掉 我很多很多 我不习惯 我很多那种生活的习惯 我要完全舍掉 我到那里 我有十天没有洗澡 然后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上我们一般所看见的 那样子的厕所 然后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所用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 条件是非常不好的 那十天 对我来讲 很不容易 我坐在那里 我就想 耶稣 你坐在天上的宝座 你来到这个世间 你取人的样式 而且你出生 就是出生在 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只是舍掉一点点 可能不能洗澡 不能喝干净的水 我吃饭可能觉得 那个是 就是黑黑的 然后那个筷子是油油的 然后所有地方 都是很多很多脏的东西 我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耶稣 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是坐在天上的宝座 但是你自己降悲来到人间 你出生是在一个马房里 我们现在每次过圣诞节 把马房弄得好可爱 好漂亮 布置起来 但是其实真正的马房 是很臭的 是很脏的 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谦卑自己 他给我们看见 他一个谦卑的榜样 弟兄姊妹 如果耶稣是这样子 为我们成立一个榜样 我们能够说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 多么骄傲的人吗 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摩西也是一样 圣经上怎么介绍摩西呢 说他是一个为人 极其的谦卑 胜过世上的众人 在《明书记》十二章 第三节这样的介绍摩西 他为人极其的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的生命里面 他遇到好多的 好多人对他的指控 对他的责难 在过红海 还有在旷野的生活里面 你看见 他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 怎么样抱怨 怎么样抱怨他 但是摩西 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 另外有一个人叫葛培里 他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 曾经有一本书这样介绍他说 葛培里是一个有深度的谦卑 及强烈的目的感的人 葛培里有人是这样介绍他 所以求神也祝福让我们看见 保罗他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 他在书信当中 他不是高举他的知识 不是高举他的能力 不是高举他有多么的了不起 保罗甚至于要 罗马的教会说 请你们为我祷告 保罗常常在书信里面说 请那个教会为他祷告 弟兄姊妹也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像保罗一样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依靠神的恩典 不要靠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靠自己的能力 你会发现 我们不是骄傲就是自卑 因为做得好我们就骄傲 做得不好我们就自卑 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保罗他自己在一个最好的环境成长 保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人 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而且他还有罗马的公民 他这样的有条件的人 但是他在他的书信当中 他常常的很谦和的告诉这些人说 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 而且他常常说 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 他自己跟很多人说 我是一个罪魁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像保罗的谦卑 第二个 我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保罗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保罗说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民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那个地方 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 已经有教会了 我大概就不去了 我最喜欢 保罗说他最想要去哪里呢 就是都没有听过 都没有人听过福音的那个地方 他说我要去 我不要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他说我屡次 我有很多次被拦阻 所以保罗的福音工作 有很多的拦阻 但是他还是用信心往前走 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就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保罗并没有满足于他在安提阿 他在加拉太 他在小小西亚的教会 他不会说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很多人可能跟他讲 你已经够了 你这样已经很好了 你已经建立这么多教会了 不要再去了 但是保罗没有 他有使命感 他还想要去西班牙 你知道 西班牙在他们那个时候 保罗觉得 那个时候西班牙就是欧洲 最远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 最远的地方 保罗觉得那里他就要去 他还想去 但是他有一个拦阻 你知道有使命感的人 就不怕拦阻 我又跟你们分享 我觉得牧师也是一个 很疯狂的人 他就常常会做很多疯狂的事情 我大部分是给他踩刹车的人 你知道我们最近 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有好多的事工在转 我们的新堂要 新庄教会要盖起来 然后我们自己的教会 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有一部分 大部分的同工 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不够了 而且我们也希望 在后面那一间 我们要用一个书房 让大家以后买书 买很多东西很方便 所以我们同时间 这个要把新堂弄好 我们同时间又要 又要去开 我们的那个新的办公室 在整理 然后这么忙当中呢 牧师还是跟我说 昨天你知道 牧师说我们还是要有 man's talk跟woman's talk的讲 的那个两堂的信息 我们还是要开始 我本来前几天 我还跟他讲说 你知道我礼拜四 在迦勒讲道 然后礼拜六呢 要讲两堂的那个 woman's talk的信息 然后我今天还要再讲两堂 哇 我觉得我已经好像 这个事情很多 牧师都觉得 这个是正常的 他觉得我们就是要往前走 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 已经很好了 有这么多的志工 他对于学生的工作 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 火热的心 他昨天很忙 他讲完那个 他讲完man's talk的聚会以后呢 他走路呢 去大同街 看那个新的办公室 有没有弄好 然后呢 回来 然后他说 本来他要去新庄 他说不要 他要回来参加 学生的聚会 他觉得学生的聚会 还是很重要 那我昨天 我早上的 woman's talk聚会完了 我赶快冲回家 因为我们家 还有天使面包店 有小孩子来我家 完了以后呢 我就赶快冲到新庄 那你去看最后 新庄的会堂 做得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啊 当一个有使命感 在我们心里呢 你就会觉得 你生命充满了意义 你自己充满了盼望 你服侍主啊 充满了喜乐 你知道我去新庄 看完以后 非常的快乐回来 我们的生命 其实呢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呢 不来服侍神啊 你的时间也不会多很多 你的时间呢 也会被手机偷走 对不对 手机现在都要偷我们的时间 ipad啊 或者电脑啊 或者是我们在看 facebook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的时间 也是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服侍神的人 如果你有使命感 你会发觉 服侍属太好了 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 神圣的不满足 什么叫神圣的不满足 就是你会发觉 不行 还是好多的人 没有听见福音 神的工作 还是好多需要有人去做 只要台湾 有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 我们就不会停止传福音的 只要有一个地方 还没有听见福音 宣教的工作就要继续 我们的里面 永远都会有一个不满足 你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们永远都要不满足 因为这个是神圣的不满足啊 不是你觉得包包买的不够 不是说你觉得衣服不够 不是因为你觉得房子 住的不够大 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满足 是因为我们相信 神的工作一直不断地要开始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保罗就是这样子 他觉得福音还没有传 还没有传开来 好多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 所以他心里面永远都会挂念的这一些 弟兄姊妹 让我们也像保罗一样 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有使命感的 你心里面就不会害怕 而且你不会怕困难 你不会怕 使命感可以胜过所有的拦阻 有一个人叫做 现代宣教之父 叫做克里威廉 他1793年他到印度去宣教 在印度有42年的时间他宣教 他翻译了44种 在印度当中翻译了44种的译本 他做了好多的工作 他影响了后面好多的人 成为一个宣教士 包括 包括戴德森 但是在他这个42年在印度的过程里面 他的儿子死于逆急 他的太太精神失常 可是他这一些这么辛苦的工作里面 他都没有惧怕 他往前走 他完成了好多好多的工作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读到这些书 每次看到这些故事 我就会觉得 我的服饰实在算不得什么 我只是辛苦一点点而已 比起他们 我们的分量真的不能够放在一起撑 可是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一个使命感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不一样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充满了盼望 你会发现你有力量 突破好多你生命当中的拦阻 你心里面不会恐惧 这是保罗的特质 我很喜欢圣经上说 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 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可以突破一切的困难 带给我们新的盼望 好 保罗第三个还有一个特质呢 我是看到他 这个特质里面讲到他的爱 保罗有一个爱 是什么呢 是在25节到27节 他说 但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 外邦人既然在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植物攻击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遭遇一个饥荒 那个耶路撒冷遭遇饥荒 所以教会有一些人生活就很困苦 保罗在肖亚西亚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需要告诉很多安提亚教会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奉献 保罗就把这个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攻击那些圣徒的需要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其实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很多犹太人 其实是最早逼迫保罗的人 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到很多的逼迫 可是当他看到耶路撒冷的需要的时候 他还是要把这些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 他会去看顾那些贫苦或者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其实在我们的服饰当中也是一样 我们的服饰里面不能够失去神的爱 如果我们的服饰里面失去神的爱 其实我们只是明的罗响的拔 我们如果没有爱 所做的是没有用的 领袖不只是有强烈的使命感 他不只是追求事工 但是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心里面还有一份的爱 保罗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 极其谦卑的人 他带着使命感 其中更让人感动的是 他不会忘记向那些贫苦 那些贫穷软弱的弟兄显出他的爱 而这三个很奇妙的特质 融合在保罗的身上 保罗的身上有这样特别的三个特质在他的身上 我觉得在他的生命当中 保罗的特质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思想的 保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的生命有带出影响力吗 我们能够影响旁边的人吗 我们可以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帮助 我想我们最近看到我们的国家 特别离我们这么靠近的一个捷运站 发生了这些的事情 那天我跟一个姐妹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她讲了一句很好 她说她现在真正的能够认识 当我们帮助别人也是帮助了自己 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其实是改变我们所有所处的这个环境 当我们传福音给人 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其实是帮助我们自己 当我们为人所做的 其实也是回馈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影响力 是一个好的影响力 而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保罗是一个生命当中 带着福音影响力的人 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感的人 他里面极其的谦卑 而且他对人充满了爱 这一些都是在我们身上 其实也是给我好大的提醒 我鼓励我们今天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求神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看见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 可以带来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影响 现在整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国家 也充满了各样的问题 有许多的冲突 有许多环保的问题 主群的 种族的问题 其实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 其实今天最需要的就是 一个真正的领袖 所谓领袖就是 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能够去影响你旁边的人 能够带给这个地方祝福的人 能够带给这块土地 有好的祝福的人 如果是一个骄傲的领袖 他会带给旁边的人 非常大的痛苦 如果是一个错误的使命感 会带来野心 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样的人 也会带来国家很大的伤害 如果失去了爱 只是明的罗想的拔 我们所有的工作 都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我想我们从保罗的身上 看见他生命当中 好多奇妙的特质 求神也让这个特质 来感动我们 来影响我们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我们起立来唱诗赞美 我们感谢神 帮助我们 今天 神 在我们当中 寻找 哪一个人 可以像保罗一样 我们可以成为现代的保罗 弟兄姊妹 你们可能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我怎么可能成为保罗 保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但是你知道 保罗做错了好多事 保罗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杀基督徒 他逼迫神的教会 把基督徒抓起来 尸体反 尸体反 训道的时候 保罗还在旁边 他还 很开心 我想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可能都有做错 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还 至少还没杀过基督徒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逼迫过教会 但是保罗 是这样的人 保罗说 在 众人当中 如果罪人当中 我是一个罪魁 保罗自己知道 自己的生命 其实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 当我第一堂 我坐在这里 参加聚会之前 我坐在这里祷告 神给我一个感动 让我告诉我们当中 好多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一直低头 一直低头 看自己的问题 我们太长的时间 一直在看我的问题 我缺少的 我想要的 我渴望的 我们一直都觉得 自己很多东西 是我们不满足的 神告诉我说 你要告诉 好多的弟兄姊妹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仰望神 我们的生命 如果一直在解决 我们生命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我跟弟兄姊妹讲 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 不会减少 因为没有结婚 有没有结婚的问题 结了婚 又有结婚的问题 没有孩子很痛苦 有了孩子 又开始新的问题出现 孩子读书的时候 有孩子读书的担忧 孩子读了 考的好全校 我们还是会担忧 孩子结婚了 我们也会担忧 我们一生 我们一生中 我们生命当中 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减少的 孩子要读什么学校 孩子要跟谁结婚 孩子要选什么工作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的衰老 生老病死 我们人生的问题 不会减少 但是我们到底是 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是解决 我们生命的问题吗 我们要看见 神在这个世界上 祂要拣选一些人 祂让我们看见 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 我们是有使命感的 我们生命不是这样子 转眼成空而已 我们生命是带来盼望的 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 求神今天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别者 在平下ie pied 我的神 人酸 它就是 它的需要 我官 god 也有迪 weke 带来 exerc 使用 budgets 反对 declared 不是 Shout